昨天晚上这个车又把我撂在这里了 昨天晚上车是一点电没有 然后我就没办法在车里面睡 电热毯也没有 现在车现在是一个死机状态 昨天晚上到现在一直停在这里 让我走路去县城走了3.4公里 然后今天又回来了 刚才打电话叫保险了 但是这个保险现在太忙了 他说救援太多了 可能要等到明天才能给我救援 没敢在车里面睡 一点电没有 一点一点用的没有 太冷了 这次出来我这个车把我撂在路上 已经撂了四次了 不是一次两次了 是四次 现在太冷了 我只能先点个火 烤一烤 太冷了 不能不能把我冻感冒了 这里还有火啊 你看 你看 昨天晚上烧煤 现在还没灭 太猛了 昨晚上弄车弄到了 凌晨的三点多 还是打不着火 我气得不行了 一点电没有 你们说让我在这里生活 零下几十度一点电没有 谁能扛的 我就问一下你们 要是我在这个房屋里面是可以的 在这个铁房子里面 我不是在雪屋里面肯定是可以的 但是没有床啊 睡不了啊 太小了 我可以在里面烧火睡觉 但是没有床啊 所以只能 昨晚上只能走路去县城去 找地方住了 先把火烧起来 给那里面生点 把这个门链一关 这不就暖了吗 就是有点黑啊 我把帘子一关 现在就 暖了 保温在里面 把这个烟通排出去 现在这里面零下 零下23度 零下23度啊 我的保险 现在还是没有来 一个电话都没有 先把人 等那个身体技能给补充一下 喝点热水 很快 好 生鸡蛋 但是现在一煮下去就变蛋黄了 因为它破壳了 放一块煤进去 煤才能燃得久 柴火燃不了多久 那没保温保暖 哎 没有烧火 没有 烧坏了 烧坏了 不料在你一晚上了吗 昨晚上我走路最现成 进来待会儿吗 我怎么忙 没电打不着 你这在什么 那是摄像机 拍视频的 这里还可以 你刚到刚过来吗 刚过来 一点电没有 现在叫了保险救援了 他没有到现在没有给我 说要来的说 现在救援太多了 没办法只能等 那如果在山上这么等不等死啊 一点电都没有 一点取暖都没有 一点满坏 算了 今年出来二十几天救援四次了 有一次是被困有两三次都是没有电的啊 都没有电然后车子动不了 然后还有方向板 现在我的车是方向板有问题 变速箱有问题 这里现在升温了 我刚才开了关了门链 现在是零下十六 刚才零下二十三 现在零下十六 又涨了一点点温度 这里面暖和啊 给你们看一下外面的环境 好吧 这个就是这个车就刚才跟我聊天 那个大哥 他也是在这边录影的 他去县城买物资回来了啊 车停在这里 昨晚上到现在一点都没动过啊 一动都没动过 就停在这里 然后这里是一个汽车营地 一个空地 很大一个空地啊 能停上 我不说多吧 停个一百辆车应该没问题啊 这个平地到那边 这么宽 所以现在是天气越来越冷了 然后在这里露营搭搭帐篷的主播 很多都顶不住都回去了啊 现在 说轮带的轮子也叼了 看到吗 冻没气了啊 哦靠 看到 变了 昨晚上最低温度 兄弟们你们可能都不敢想象啊 昨天晚上最低温度 能达到零下三十九度 昨天晚上 我现在发现有个地方看那个天气爆特别准啊 但是我不能在这里提 不然他们要说我帮的打广告就不好了 就是手机APP的手机那个自带的天气爆是不准的 真的是不准 一点都不准 这种生活你们喜欢吗 要喜欢的给我点个赞好吗 动整狗 但是呢 就感觉又有有点有点感觉有点爽的那种感觉 幸好我搭了一个这种雪房子 不然就像今天这个车坏了怎么搞 昨天晚上我也是把火烤的很暖身上暖暖的 我又走回去了走了有差不多二十几分钟吧 三公里多二十几三十分钟 我走到老快了 好累 好了兄弟们 视频就分享到这里吧 给我点个赞 谢谢你们 现在等待救援了